2021年一开始就是韩剧迷们最开心的日子 爱的颇将选宾和孙玉珍终于承认了恋人关系 最先拍到约会证据的第一社更表示 两人已交往八个月 更有其他韩媒曝光了两人 计划结婚中的证据 总之这段从2018年开始的绯闻终于写完了一个章节 当我们在翻出过往选宾和孙玉珍的互动才发现 这些甜蜜真的是装不出来的 一下整理了两人十个最甜蜜的时刻 选宾喜欢孙玉珍真的太明显了啦 爱的颇将第七集花絮中 当孙玉珍匆匆跑向选宾 都已经跑到他跟前了 选宾还迟迟望着远方 看都不看孙玉珍一眼 孙玉珍瞬间笑场 用手狂捶选宾的胸膛问 为什么不看我 而玉珍也笑着解释 不知道他会这样跑来 所以一直看着就错过了 孙玉珍气扑扑的可爱模样 让玉珍有些不知所措 他似乎想用双手抱抱他道歉 根本就是热恋中的情侣啊 爱的颇将除了两人闻到难舍难分 当然舍不得喊咖的意愿深吻之外 孙玉珍住院时的幕后花絮 也能看出两人的交情不单纯啊 孙玉珍悄悄用手遮了遮嘴 不知道是在检查自己有没有口臭 还是故意不给玉珍亲亲呢 玉珍瞬间露出一个什么意思的 胡依表情 真的太可爱了 两人被抓到近距离打情骂俏 已经不止一次了 玉珍这个默默我妈的幼稚模样 让孙玉珍不自觉露出一母笑容 爱的迫降恋人用公沸谈恋爱 粉丝看得更满足 不止爱的迫降幕后花絮 两人在Netflix专访时的粉红泡泡 也渲染了整个萤幕 孙玉珍在认真答题 玉珍从头到尾紧盯着她的脸庞 喜欢人家也喜欢得太明显了 这种我的眼里只有你的瞬间 是不是很浪漫 爱的迫降片场 玉珍和孙玉珍很自然的亲密接触 大家好像都习以为常了 拍摄这场吻戏时 人造学很不解风情的一直飞到孙玉珍嘴巴上 最后两人很有默契的同时笑场了 孙玉珍扑倒在玄冰怀里 她也很自然的把她抱住 这种甜蜜真的假不了 导演准备重拍时 为了让女主角再一次美美入境 助理和孙玉珍本人都急急忙忙 把身上的人造学拍掉 当玄冰发现她头发上的血 轻轻的来一张摸头纱 让助理迅速抓掉 就怕自己弄乱她的造型 这段花絮让我们看见 玄冰暖型又专业的一面 又更喜欢她了 在2018年拍摄电影协商期间 孙玉珍和玄冰的互动 已经倡阅朋友感觉了 当整个剧组睡死 这两人竟然玩自拍 玩得不亦乐乎 重点是玄冰还拿着小风扇 为女神营造一种氛围 真的好可爱啊 其实在拍摄爱的颇降期间 两人还没有正式交往 只是彼此有好感的暧昧阶段 但玄冰总是格外注意 孙玉珍的一举一动 当她失去平衡差点跌倒时 她赶忙向前接住她 还在耳边问你还好吗 重点是你看见玄冰的身失手了吗 她紧紧抱住孙玉珍 却没有趁机偷吃豆腐 同一场戏 他们在导演的建议下 尝试了几个不同的拥抱方式 孙玉珍的这个是无畏雄抱 让整个剧组露出了一幕像 玄冰似乎也被蒙到了 根据地社的报道 这时的两人已经是热恋两个月的情侣啦 第56届白象艺术大厂的露网画面 捕捉到两人轮流深情对望的瞬间 孙玉珍看着玄冰眼里充满了骄傲 玄冰看着孙玉珍 眼里是珍惜 两人目前幕后都在大方放闪耶 只能说玄冰喜欢孙玉珍这件事真的很明显 在这段访问中 玄冰直言一些细微小事 或是看到孙玉珍害羞的表情 就露出最灿烂的笑容 在访问的最后 两人要一起喊出口号却屡屡失败 孙玉珍笑到不断拍打玄冰的肩膀 而她也只是天天笑着任她打 那时的两人说没火花才不相信呢 有一句至理名言就是 男生只有在喜欢的女生面前 才会表现幼稚的一面 这句话用在玄冰身上绝对没错 酷硕的男人 竟然在孙玉珍的要求下 自愿把自己变成一只猫咪 有点无奈有点开心的心情 都表现在脸上了啦 历经了困难的2020 不得不说终于有一些喜事来了 在前一段时间 韩国两大国宝级演员 承认了正在上演真人版行动的信号 公开了两人的两人关系 那就是玄冰和孙玉珍 两人因爱的迫降结缘 一个扮演高大帅气的朝鲜军人 一个扮演美丽动人的韩国财阀大小姐 述说一个突破重重困难的爱情故事 同样在戏外 他们也如同戏里一样坠入爱河 但是不同于戏里的困难重重 他们的官宣伴随着是晚前祝福 众多网友纷纷称 嗑到了我嗑的CP是真的 不得不说选宾和孙玉珍两人 真的十分势均力敌了 同样出道即巅峰 早在2000年的时候 孙仙一出道就上大荧幕 随后更是凭借 假如爱有天意获奖无数 只登顶留位置成为国民初恋 而选宾同样也是出道 没几年直接登顶 凭借我叫金三顺获得最佳男演员奖 成为众多女生的梦中情人 虽然两个人人气都十分不俗 但是情势却略有差别 孙一珍长得十分美貌 要不然也不会有孙仙这一个称号 但是她的情路 仿佛并没有因为她的外貌而十分顺遂 假如你因为外貌 因为孙一珍是一个 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女的话 那么你就错了 不同于清晰的外貌 孙一珍私底下的性格 其实是十分爽朗的 特别爱笑 正因如此 孙一珍虽然和众多男神有过合作 但是最后无意例外都促成了兄弟 孔孝珍曾经对吐槽过孙一珍去吃饭 丝毫不在意自己女明星形象 大喊这里快上菜 并且还超级爱杀架 这也十分节敌气了 可能因此孙仙情罗坎坷 之前和宋承宪、丁海银等男神 最后也是促成朋友 而朱志勋、金南杰等人 也只是被猜测 并没有官宣 孙仙那么多年来公开承认交往的对象 男神悬宾怕是第一个了 而悬宾就不一样了 简直就是女神收割机 公开承认过的女友就有黄志贤、孙慧乔、江苏拉等人 更别说绯闻对象了 并且当初和孙慧乔还被认为是金童玉女 不结婚很难收场 但是最后还是以分手告终 这着实让人好奇他们两个真的般配吗 虽然情感经历不同 但是他们却在其他地方十分合拍 虽然玄宾感情是丰富 但是他和孙医珍一样 对待感情十分的慎重 两人其实早在爱的颇降时 就被传因戏生情 还曾被拍到一起前往洛杉矶逛超市 但是当时两人都以为只是因戏生情 所以迟迟不敢确定关系 直到拍摄完成后 宣传期也已经结束 他们发现因为分离 对对方产生了思念之情 确定自己的感情不是因为角色 而是因为这个人才认定了对方 同时孙医珍和选宾都曾经在采访中称自己 想40岁前步入婚姻殿堂 也是十分默契了 并且双方都为人十分低调 选宾只有出道时上过综艺 在随后的一人生涯中 也没有相关节目的官宣 可能也是和选宾内敛化少的性格相关 并且在辅兵役期间 选择了最为艰苦的海军陆战队 这也可以看出选宾踏实稳重的性格了 孙仙自然不用多说 在演艺生涯中不断挑战自己 阿尔策海默症患者出轨人妻 才发大小姐等角色跨度之大 让人惊讶 并且还曾演演戏 忙到三年不见朋友 可见孙仙也是一个低调努力的人了 从性格观念上来说 也是着实很般配 除了性格观念匹配 他们爱好也十分一致 那就是打高尔夫 这次孙仪真和选宾恋情曝光 也多亏这个运动 让大家发现蛛丝马迹呢 并且两个人都十分地有偶像自觉 热爱运动 之前孙仪真就曾在节目上 展示自己的瑜伽实力 可以看得出是真的有经常锻炼了 而选宾同样也是运动达人 曾经透露过自己最喜欢的就是游泳 并且男神还会自由搏击 棒球 剑术 高尔夫等运动 在采访中曾表示喜欢运动会很在意身材 并不是说一定要练出肌肉 或者非常强壮 但是希望能够给人以热爱运动 注重健身的印象 不得不说这也难怪他们会在一起 按照爱的迫降中 这不是偶然 这是命运啊 这简直就是真人版爱的迫降了吧 好了 以上是本期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